今季一出即勝 在130米輕鬆擊敗對手的江河神獸 他是來自2019年Ready to Run 紐西蘭兩歲馬拍賣會 當時以9萬元紐幣投賭 看來這筆三歲的澳洲PPG 依然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不過這筆江河神獸的性能 又會不會只局限在沙地呢 日後又能否向著其他路程 或者場地去突破呢 我們又不妨從他的背景去探討一下 富惠小法寶就是01年的澳洲戰馬 出自一代總馬沙標 不過小法寶的性能和沙標是有點不同的 他服役的時候跑了14場 贏了三場 另外有三場亞軍和一場貴軍 贏馬路程是由1000米到2040米 當中包括了郭士頓和春季錦標兩場一級大賽 只可惜本身未能夠再闖高峰 所以在05年就退役配種 不過小法寶退役配種成績就十分出色了 指字勝出率超過七成之外 直至到去年已經有超過100匹指字贏出錦標賽 亦都令到小法寶第六次登上紐西蘭冠軍總馬的榮涵 下線方面沒有是reflection 出自structum 本身是沒有參賽的 江俄神秀是第二胎 下線一般以中距離表現比較好 在港澳兩地大部分的小法寶子字都是沙草都對的 就好像甜心寶寶、得意寶寶 當然亦都有一些紙是線跑沙地的 就好像拍檔徑驅、銀寶貝一樣 但無論如何 江俄神秀再跑沙地就肯定沒問題了 今次家庭亦都影響不大 唯一只是三歲背重磅 可能是少少隱憂 雲 你 rabbit 你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